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大调音节 C大调音节 就采用这种磨劲的方式往上吹 具体吹到哪个音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比如说吹到咪 吹到骚 再顺序再下来 这是用连音吹音节 还可以用吐音吹音节 我现在吹一下F大调音节 咪 吹到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有能力 还可以继续往上吹 这个音节最好是按照声降号的顺序 一个一个的训练 比如说一个降 两个降 三个降号 一个声 两个声 三个声号 按这个顺序训练 这样呢 通过音节练习 你可以收取各调的执法 音节练习的修士很多 可以再换另外一种 我吹一下D大调的音节 我吹到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演奏的是D大调音节 最后一个高音 也是D大调的主音 到Ry 这个音呢 比较高一些 那么 你在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个人的不同程度 选择不同的高度 在吹音节的时候 我想提醒一下 一定要注意用气的连贯 到高音的时候 风口呢 要非常硬的 集中一些 吹的时候呢 这个胸部 脖子尽量放松一些 使气能够吹出去 音节练习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